都有做過說明 但是我這邊再重新再說明一次 就是我們這個案子在92年的12月26日 上網公告招商 那申請須知裡面 剛所謂的開發量體上限 是樓地板面積是不能超過9萬6千平 總樓地板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不能超過9萬6千平 那這個在四個月的整標期間 由廠商提出出面的疑義 那所以這個疑義我們在93年的4月15日 已經就這個部分在工程會的網站補充說明 那就在補充說明的72項 正式的補充說明裡面說 這個所謂的申請須知裡面的總樓地板面積 就是樓基樓地板面積 那這個部分在93年的4月15日 我們已經做過正式的試影 那這個地方在補充說明 然後這裡有93年4月15日的公告稿 這支可以給委員傳閱 這公告稿上面有沒有任何的有關量體的問題 我現在這裡就有 這裡有93年4月15日公告在工程會網站 這是我們透過市議會跟市政府拿的 申請須知補充內容更正補充公告稿 申請須知內容更正的部分 以及補充公告的部分 我現在是不是可以給各位委員傳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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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是請 不管是交易擠 不管我們那個郵件信給我們的資料 我們都會贏給委員公餐 他們提出來的東西沒有公告在工程會網站 你現在請他證明他放在工程會網站上 他沒有放啊 有沒有放我們會討論 我想也尊重你 他就沒有放為什麼要討論 要不然叫他現在證明嘛 工程會網站打開來看有沒有東西 我想給我們這個評斷 這個我想是不是我們請各位 包括我們媒體關係的民眾 真的很糟糕 但是我們是不是我們就有離奇 我們用時間來討論 我們市府的相關名人的看來 主席不好意思我是共識的記者 在環保署的環評會議 在閉門會議的時候 記者是不能拍攝不能錄音 但是是可以聽的 不知道說你們這邊是規矩不一樣的 對 不要拿我 你要過去可以 對 就是說西餘是資訊聰明的這個原理來看 這就是說我們可以不錄音也不錄影 但是應該可以讓我們在裡面聽過才好 不好意思 請一席好嗎 謝謝 對啦 我想我們家組討論 給我們衝一個討論